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GQ总编赛图 王一博却被无故抹黑 两人关系被质疑 这几天多位艺人参加了GQ盛典 无论在活动开始之日前还是活动进行之后 王一博的热度都是非常高的 在活动的官博正式官宣的动态下 王一博的粉丝几乎罢评了评论区 在活动结束之后 官博晒出的王一博的个人动态点击率也突破百万 王一博的出席几乎是承包了盛典大部分的流量 粉丝们也给足了王一博牌面 这也是因为王一博值得 这次王一博出席活动的方式也是很特别的 他是和吴明的导演一同出席的 如今的王一博出席任何活动都有更大的底气 活动结束之后 GQ的总编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很多图 作为时尚圈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一次有很多位到场的艺人都主动为这位主编送上了祝福 预祝这一次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主编在他的个人动态陆续发了两条与王一博相关的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两人挨着坐 因为都穿了亮晶晶的衣服 所以拍了下来 第二张照片是主编 王一博和吴明导演三人的合照 看得出这部作品的宣传力度还是很强的 目前在各个方面也都打开了知名度 在此之前 这部影片的团队就曾和GQ有过合作 曾一起拍摄过一组大片 王一博的表现力依旧是焦点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第一张两人挨着坐的照片竟然引发了争议 王一博被无辜的抹黑 很多黑粉对于两人的关系加以揣测 甚至散布各种谣言 面对各种各样的争议 总编本人也在评论区中作出回应 仅仅是因为两人穿了同样亮晶晶的衣服觉得巧合 所以才拍下来 并没有其他任何的问题 王一博和GQ已经不止一次的合作过 而且这一次活动王一博也确实为其吸引了很多的流量和关注度 王一博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低调而又淘气的艺人 与之合作过的很多同行或者是前辈 都非常欣赏他 在粉丝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张普通的照片 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多想 甚至添油加醋的造谣 GQ的主编一直都非常维护王一博 在合照的动态的文案中 他曾提到不需要在意其他的胡言乱语 只需要关注作品和角色就可以了 一直以来因为王一博热度比较高 而且也有很大的流量 所以他总是被各种负面新闻缠身 王一博本人向来不屑于回应任何绯闻 在他看来就是轻者自轻 对于真正想要黑自己的人 即使做出任何的回应也都于事无补 这样的态度真的很王一博 他本人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既张扬又低调 张扬是因为他的很多光芒想要掩饰都无法掩饰住 低调是因为他本人真的很低调 在很多场合王一博都是非常安静的 因为他本身也就是非常慢热的人 也不喜欢用言语表达什么 很少会给自己立人设 接下来作品和实力都将是他最好的反击 相信不必多说什么足以证明他的能力 大家无法堵住黑粉的嘴 但却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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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